在舱内的一间医保 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航天员的一个健康的判断 我们经过一个决策 航天员的健康状态 良好 我们进入一个一间医保的程序 第二呢就在舱旁 舱旁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复合健康的确认 最后呢实际上在载体内 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一间医保车 在这里边呢航天员可以开展一个更为系统的 更为全面的一个体格检查 包括生理数据的采集 包括体液的这个采集 包括心电啊 包括整个新功能 还有呢超声啊 等相关的辅助的一些检查 这样的对航天进行一个着陆 现场的全面的一个身体的评估 有的人有可能地面这个蹲久了 突然起身 有的时候体温性低血压 就是下肢的很多这个血液 都驻留在下肢 这样的脑啊 我们大脑的这个有效灌注 相对不足 这样呢就会出现心慌啊 头晕啊 面色苍白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危害啊 这种力微耐力 这个不良的这种表现 ecc 再送你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 clinicians